哈囉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遊戲是 我的世界傳奇minecraft的legends 這一款是推出的平台 有三大家機跟電腦的主機 Steam上的評價有人特別說到 我居然可以在Steam上面玩到minecraft的legends 但是就玩不到正宗的minecraft 這有點好笑但又有點心酸 不過就算是在Steam上面買得到也玩得到 要連線應該還是得要登錄Microsoft的帳號才行吧 至少我玩Switch的版本就是這樣 登錄帳號不錯 因為它可以跨平台來玩 到時我就用Xbox跟庫巴 使用Switch的方式來連線玩玩看 這樣子好像也不錯 對沒錯 Xbox Game Pass也是首發登錄 如果有用這個服務的就可以首到下載一波 那各位在下載的同時 除了可以繼續把這支影片看完以外 也可以點個訂閱啦開啟個小鈴鐺 很多遊戲的分享都會在這個頻道發佈 喜歡的朋友也別忘記幫該支影片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需要或者是喜歡的朋友 那這支影片除了會有一些基本的玩法介紹跟一些心得分享以外 也會特別跟各位報告一下 Switch版玩起來的狀況 呃先說說Switch版的狀況好了 目前各位看到這個都是Switch的畫面 畫質上老實說不只還OK 在我自己的評價當中會比普通再好上一點 原因是銳利程度雖然說沒有那麼的高 但不至於糊到很誇張 某些動畫在跑的時候看起來震速好像不是超級順的 但也不至於到嚴重卡頓 然後它裡面還有幾個模式是可以大量的帶小兵來做攻守 畫面看起來也是塞了不少東西 可是玩起來順暢程度也都還算不錯 它還有一些草地雪地沙漠地獄等等的不同地形 碰到下雨啦下雪啦還是有岩漿在畫面當中啦 跑起來也都還算順 跟三回的minecraft的地下城玩起來的感覺 最佳畫的設定是比較好一點 後續不知道會不會推入更吃足機效能的地形或關卡就是的 會買爆DLC的朋友要納入一點考慮 掌機的部分跑起來也蠻順的 自行有100% 125%跟150% 這個是桌機掌機都可以選啦 我是選擇100%就是最小的字體那一個 在掌機上看起來字體是非常明顯的 不會有糊掉或是看不清楚的問題 而且它的畫面在OLED這塊螢幕上面 看起來真的好漂亮超級吸引人 只有Switch的玩家沒有什麼可以講 就是Switch版的可以入手不用考慮了 那有實體的可以買實體的 增加一點收藏價值 有Game Pass的玩家我覺得可以用這個服務來玩 至少不用再額外付費 雖然說它價格不貴 但還是可以省一筆 那想要收藏10D版的 它就1000出頭的價格啦 它可是一款全新的Minecraft主題戰略遊戲 玩法上來講它也算蠻有趣的 總共會有三大類的玩法 第一種是活動 它就類似劇情的關卡玩法 會循序漸進的要教我們一步一步上手 也有一些劇情大家可以跟著去走 然後這邊的主要對手會是豬布里 他會用各種方式來侵略這個世界 甚至是侵略我們的家園 身為玩家能做的就是 採集資源建造房子跟組織部隊 比較特別的是一般Minecraft 碰到的殭屍 骷髏 苦力怕的 在這邊都會成為我們的夥伴 另外也可以再生成各種不同的兵種 來指揮他們攻擊 然後每個兵種都會有三常攻擊的東西 例如有的兵種就擅長攻擊豬布林 有的兵則是擅長去攻擊建築 像是劍塔城門 需要用專攻建築的兵來打才會打得比較快 這些兵我們可以叫他集合 然後帶頭攻擊 小兵就會直接跟上 遇到比較棘手的劍塔 或者是威力比較強的敵人 也可以直接指揮小兵往前進攻就好 隨著劇情一步一步的提升 能夠採的資源跟蓋的房子種類 召喚的兵種也會越來越多 採集的資源蠻特別的 他不像玩一般版的Minecraft 要去自己悄悄拿資源 後續還得要更多的工具 為的就是要挖資源更有效率 在這邊只要能夠採集這個資源 就是派小弟出去幫忙採就好 只要框出一個範圍 範圍內有對應的物種 他就可以幫你採 然後開始採的時候 你的東西是有上限的 只要拿滿之後 他就不會繼續採 會回來 有一些比較難找的資源 可能就是要稍微的花一點時間找一下 或者是要特別去攻打別人 才有機會拿得到 不管是蓋房子 招小兵 基本上都有需要的對應資源 這部分要我簡單形容 有一點像是皮克敏的遊戲元素 加上一點即時戰略的味道 那我們可以帶小兵一起打敵人 也可以單純指揮小兵去打別人 偶爾也會遇到敵人來侵襲家園 所以我們得要蓋一點防守建築 或者是功能性的建築 這些都是在遊戲當中得做到的事 當然搶採集資源的速度也很重要 會影響到整體的發展速度 玩起來節奏感還不錯 而且看到對手小兵一群一群的來被我們清掉 感覺還蠻舒服的 只要有破壞對手的建築 一般就是得要花上多一點的時間 有時候被打可能會因為畫面太亂 沒有注意到自己在扣血 所以偶爾迎接一下Game Over的畫面 也還OK啦 難度不會太高 也不至於太複雜 一般就是顧好自己的血量跟小兵的數量 打起來不要太過照鏡都還可以 地圖整個是大開放的 就算任務會比較線性的 有一些要求啦 但是要去其他地方逛逛啦 或者是蓋一些比較喜歡的建築設施等等的 自由度是都還可以 不同的地方也會有各種動物跟偶爾出現的寶箱 地形上偶爾會有一些類似陷阱的東西 碰到會扣血 就是看看有沒有資源的需求 就踩踩看 特別的要求也不會太多太複雜 第二種玩法是對戰模式 這個比較像是早期的即時戰略遊戲玩法 最多可以連到八個玩家一起 以四打四的方式來進行遊戲 在這個遊戲模式當中 我們要快速的搶資源 地圖上也會有一些諸不靈的營地可以去打 主要還是掠奪資源 目的就是我們要防守自己家的塔 然後跟對方的部隊來點君子間的對戰 最後把對方的塔給打掉就可以獲得勝利 我玩了一下 玩家好像蠻容易來來去去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遊戲鋼琴 大家也還在摸索這個遊戲的各種模式 好處是有人退出的 好像可以有人加進來替補 而且資源的部分在同隊也可以一起互相共享 整體是還蠻吃合作的一個對戰模式 其中我有玩了一場是蠻專注的跟隊友 在搶朱布林的資源 中途有遇到沒帶兵的對手過來亂 打一打我是順利的把對方給解決掉 刺激感還不錯 操作難度也還不錯 因為打一打他會開始跑 如果他沒血他就是跑 你就是追 追了打爆他那種感覺就是舒服 後來我還有嘗試跑去對方的主塔 想說偷襲看看好了 剛好就碰到對手也守在塔附近 後續當然就是我被兩個對手給圍攻不治 而且他的地圖比較開放 所以會一直有一些資源可以拿 也可以快速建造 然後跟對方應對進退之間的戰鬥 整個刺激感真的是值得多講幾次 但時間應該也不會只需要一點點而已 因為強資源還有讓我們的部隊成長都得花時間 再加上對手也會跟我們迂迴 或是有爆掉的建築也可能會被重建 除非是實力比較懸殊一點 不然打上一場肯定也得花上不少時間 重點是玩的時間越久 可以採集的資源種類 跟可以召喚的兵種也會越來越豐富 帶著兵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打起來就會越來越刺激 第三種玩法是失落傳說跟神話 這個目前只有一個活動關卡可以玩 他的任務就是要邊收集資源邊建造 來防守自己的塔跟召喚的部隊 總共會有20波的諸布林大軍攻擊過來 我們的任務就是守塔 不要讓他倒就可以獲勝 獲勝的話也不錯 可以拿到不同的角色外觀 玩法也不算難 可以蓋各種的建築啊 召喚各種的小兵 一般啊就是要蓋蓋城牆 劍塔爆炸塔之類的 注意一下四面八方啦 可能攻進來的諸布林 盡量不要讓他們攻擊到塔就好 刺激度也是有的 因為諸布林的強度跟數量 是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多 不小心被打到塔的話 撐不了太久 它就會爆 遊戲就得重新挑戰 基本上這三種玩法 目前玩起來都還算是蠻有趣的 有一點以前即時戰略遊戲的味道 可是又沒有那麼緊張 內容深度要說很深嘛 好像也還感受不到 暫時感受不到 只是會有對戰這塊可以鑽研 至少參入了能老的思考 所以要說有一些戰略要素 可以觀察 應該是有的 也會有一些護客兵種 或者是你要快攻 搶資源 圍勾敵人 等等的戰略方向可以玩 AT隊應該會比較吃香吧 我是這樣子猜啦 而且它的深度也因為沒有那麼誇張 小朋友想要參與也比較OK一點 很快就可以理解出他們到底在玩些什麼東西 而且能夠在這邊做點什麼 或者是如何跟其他人合作來完成一場遊戲 那目前小玩一下Switch的版本順暢程度是還OK的 遊戲一開始還可以調整語言跟語音的語系 全部都可以調中文的 裡面的動畫再配的音也是中文 只是選項在選啦 好像語言呢還是英文的 偶爾還會出現些迷之語言 這塊還好因為配音是中文的動畫 對小朋友來講可以更沉靜一點 選單的部分則是可以用摸索的記憶法來搞定 其中還有4集的地方也可以進去逛一下 它有課金的要素 主要就是買人物的造型跟載具的造型 上E-Shop看一下它的角色造型費用 如果用它的mine coins的幣來算成台幣的話 差不多一個人物的外觀會是新台幣100多塊錢 還OK 反正就這樣 要買不買應該都可以玩 後續呢再看看會不會推出什麼更酷炫啊 或者是聯名的造型 有免費的關卡可以載 也別忘記一開始進遊戲呢 可以先到這邊去領一下 最後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不是小bug的東西 就是我在開放地圖當中趕入的過程啊 某個地方是卡到雜物 一直導致角色回溯 當下視角我是看不到卡住任何我的東西 只是一直往前走就會一直回溯到原地 後來特別轉了視角 而且多轉了幾遍觀察 才發現到原來我是卡在一堆樹的中間 轉完視角再繞出來 還是有順利的解決掉 沒有被這個bug的給完全困住 或者是有當機的狀況 反正之後再看看 有沒有一些更新檔位試出來修正啊 OK 那遊戲的部分呢 外觀是長得像這個樣子喔 其實Switch的版本啊 我在買實體的時候 好像以為這個價格 是在買一些二手或者是重置的遊戲 因為才一千出頭 我覺得這個價格是真的還蠻便宜的 就會讓我想要收集一下 當然因為它可以拿來Switch玩嘛 然後我用SBOX玩 這樣子就可以跨平台一起連線 它在單機的部分是只能夠支援到一個人玩 三個模式都一樣 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然後在線上的部分呢 如果你要連線玩的話也是需要NSO的服務 它不是說用XBOX的帳號去登錄就好 當然它這次的卡夾啦 是做日版的這個JPN的版本 所以啊 如果說你是用日本帳號要登錄E-Sharp 去購買它那個Minecoins的幣的話 基本上也是OK的 那我看了一下 它分了非常多種的幣種 但現在市集裡面呢 可以買到的角色啦 跟那個動物的造型啦 好像也沒有到很多 這點就得等時間再來觀察看看啦 如果你是喜歡Minecraft 或者是喜歡這種比較特別玩法的遊戲 因為我覺得 Minecraft其實現在很多都跟 不同遊戲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在做一些同主題 但不同玩法的這種遊戲類型 如果你也想嘗試看看的話呢 就自己去入手親自來玩玩看 有XBOX Game Pass的啦 不用講了 就直接載來玩玩看就對了 好不好 OK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ka 我們下支影片見 Bye 又來 我們下支影片